美国克罗拉多州一个19岁的女孩在跟男友分手后突然离奇消失,警方在随后的侦破过程中毫无线索。 就在案件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女孩的哥哥决定亲自下场破案,她利用古老的塔罗牌占卜术,逼着凶手说出了真相。 这位对妹妹宠爱至极的兄长做出了警察做不到的事,让案件最终得以侦破。 此案揭开了古老占卜术的神秘面纱,同时还把家庭亲情演绎到淋漓尽致,这就是发生在2014年科罗拉多州的里·波特案件。 大家好,我是Seal,欢迎来到尼安现场。 里·波特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普威部落并在这里长大,从他出生之日起,上帝就赐予了他两件珍贵的礼物。 这第一件礼物,就是他拥有一个活泼开朗,带人热情的性格。 第二件礼物,就是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疼爱他,宠他的哥哥。 在他出生这天,哥哥麦克斯脸上的兴奋表情就难以言表,他打心底里喜欢这个妹妹。 从里的童年时期起,他跟哥哥就是一起玩耍一起学习,几乎是形影不离,不管他遇到任何危险,哥哥总是第一时间挡在他身前。 可以说,直到你长大成人,哥哥都陪伴在他左右,这种亲密关系让他从小就对哥哥麦克斯产生了严重的心理依赖。 在2011年,麦克斯高中毕业进入社区大学学习按摩疗法。 哥哥的离别让你的内心感到非常失落,习惯了哥哥陪伴的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跟哥哥在一起。 因此,在他高中毕业时,他也追随麦克斯的脚步来到同一所大学,并同样学习按摩疗法。 有了哥哥的陪伴,他的生活重新燃起了快乐的火焰,他们依然还是形影不离,除了自己新交往的朋友外,他更喜欢跟麦克斯和他的大学朋友们一起相处。 随着时间的流逝,麦克斯很快完成了学业,他来到加州开设了自己的按摩治疗诊所。 毫无疑问,立业决定等毕业后就会去加州跟哥哥一起工作。 至此为止,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不出意外的话,兄妹俩这种美好的亲情关系将会一直维持下去。 然而,随着麦克斯的离开,里的生活轨迹彻底发生了逆转。 里的同学和朋友发现,原本对大学生活和未来规划充满热爱向往的里变得非常消沉,而且这种变化发生得非常突然,几乎就没有什么过渡期。 他们一致认为里一定是受到哥哥离开的影响。 原来在中学的时候,哥哥的大学离自己并不远,他想见哥哥的时候随时可以见到,但是毕业后,哥哥远在离自己一千多公里外的加州,见面就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里无法接受这种变化,多年来建立起来的精神支柱瞬间就被压垮。 现在的里,脸上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灿烂的笑容,才刚满18岁的他明显变得孤僻,整天寡言少语,闷闷不乐,这种情绪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导致他大学都没能毕业。 家人和朋友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但是他们对此却毫无办法。 其实,里的情绪恶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经历了一场让自己陷入深渊的感情生活。 就在麦克斯前往加州后不久,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39岁的男人杰西,他很快就跟这个年龄大自己整整一辈还多的男人成为了男女朋友关系。 此时的里已经从大学退学,他搬到了杰西家里跟他开始了同居生活。 然而,这个杰西却是一个恶魔般的存在,此人是一个十足的瘾君子,没有药品就活不下去的那种,在男友的影响下,里很快也沾上了药引。 现在的里处在一个相当糟糕的境地,他负债累累,没有学生,周围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唯一只有一个把他不断拉入深渊的男友,此时的里,里毁灭自己的人生只差一步之遥。 幸运的是,他的一位名叫马洛里的好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了他的情况,马洛里多年来一直跟里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好友沉沦在地狱自我毁灭, 他决定尽一切可能帮助这个可怜的女孩。 随后,马洛里来到杰西家接走了里,并把他带到当地麻醉品护戒协会举办的一个活动上,以帮助他借出药引。 里终于跟这个比自己大二十岁的男友做了了断,此时他们已经相处了六个月。 从杰西家搬出来后,里发现自己无家可归,还没有完全借出药引的他,根本不敢将最近发生的事告诉家人,他决定先搬到丹佛居住,等到了那里再做其他打算。 为此,他通过脸书向朋友们发出了搬家的求助。 同时,他鼓起勇气给在加州开诊所的哥哥麦克斯打电话,将最近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麦克斯在了解妹妹的情况后大吃一惊,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亲妹妹,这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 但是事已至此,为了避免伤及妹妹脆弱的心灵,他只能小心翼翼的安慰力,并不断鼓励他一定要坚强。 同时告诉他,只要忙完手上的事,就会在第一时间去看望他。 2014年6月3日,在前往丹佛的前一天,李与好朋友马洛李见了面,此时的李正与耀引顽强地做斗争。 按照马洛李后来的描述,李当时面容憔悴,精神萎靡不振,看起来像是得了一场大病。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次见面将会是所有人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可怜的女孩。 自从这天之后,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断绝了与所有人的联系,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他的哥哥麦克斯,因为兄妹之间每天都要电话短信联系,收不到妹妹的信息。 他马上意识到出了问题,他多次尝试拨打电话,但李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在煎熬了两天后,麦克斯终于拨通了当地警方的电话。 警察了解到,李在失踪之前唯一有过联系的两个人,一个是他最好的朋友马洛李,另一个就是李的前男友尹君子杰西。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杰西毫无疑问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他们马上找到杰西并把他带到了警察局。 面对警察的询问,杰西声称李跟他分手后就搬出了他居住的公寓。 他最后一次见到李,是在附近一个汽车旅馆的停车场。 两人当时还做了短暂的交谈。 李对他说,他要跟几个朋友一起搬到丹佛生活。 而杰西也告诉他,自己准备搬回马里兰州的父母家居住,他打算在那里戒掉药引。 他们分开时还友善地做了道别。 在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李,也没有跟他发过信息打过电话。 杰西还告诉警察,他一直认为李现在跟他的朋友在丹佛过得很好。 他应该早就把自己忘得干干净净。 一直到麦克斯给他打电话询问妹妹的下落时,他才知道出了事。 不过他坚称他对李失踪的是毫不知情,他跟李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 杰西的解释有跟邮局合情合理,而且他又有充足的不在场的证据,警方最终排除了他的嫌疑。 然而,李在失踪前没有跟其他人有过联系,唯一的嫌疑人又被排除。 到目前为止,李的下落不明,目前又没有其他的线索,以时间警方的调查陷入了僵局。 李失踪以后,他的家人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搜寻。 为了了解女儿失踪前都跟谁有过联系,母亲雷妮一直坚持给女儿的手机充话费。 他发现,有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韦德的男人在女儿失踪的前几天频繁出现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和通话记录里。 几乎李发布的每一个帖子都会有他的评论留言,而且很多评论充满了暧昧的内容,暗示他们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系。 而且在6月3日那天,李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号码就是属于韦德的。 母亲雷妮认识这个名叫韦德的人,她在女儿就读的高中读过书,虽然在同一所高中,但是她跟女儿相差四岁,并不在同一个年纪,以前就没什么交集,现在两人怎么就变得如此亲近? 对此,雷妮的内心充满了疑惑。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韦德这个人, 现年24岁的韦德跟李在同一所中学读过书,在高中时她还是一名优等生,毕业后在合唱团和戏剧俱乐部干过一段时间,之后她参军成为了一名直升机机械师。 服役两年后,她返回克罗拉多州的家乡,在大学主修行事司法,她最终的职业规划是成为一名警察,目前居住在黎丹佛市只有十多公里的威斯敏斯特。 从韦德的经理来看,她积极向上,背景也很干净,学的还是刑事司法专业,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会做坏事的人。 带着一问,雷妮联系上了韦德,她直接就问韦德,她接近自己的女儿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韦德的回答倒也爽快,她告诉雷妮,李曾经吃药成瘾,她偶然在李的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她求助的帖子。 那时的李负债累累,而且正处于痛苦的药物阶段期,韦德出于同情联系上了李,并告诉他自己愿意为他在丹佛找住处,还愿意为他借除药引提供必要的资助。 李在6月3日那天一早来到威斯敏斯特找到他,但到晚上的时候,李突然收到一条短信,不久之后就来了一辆白色皮卡车把他接走了。 雷妮听到后大吃一惊,她从来不知道女儿吃药上瘾的事,看来这背后还有很多的引擎等待挖掘。 想到这里,她马上把韦德的事告诉了警察。 警察正愁没有线索,他们行动迅速,马上把韦德带到警局问话。 但是面对警察,威德讲述了他之前跟雷妮讲过的同样故事,他还补充了一个细节。 李6月3日找到他后,他带着李去外面吃了晚餐,然后他们一起回到威德的公寓聊天玩游戏,直到白色皮卡车来接走了李。 警察后来的调查显示,他们在6月3日的确去餐厅吃过饭,由此看来,威德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在李失踪之后,他的家人一直在科罗拉多州的各个地方张贴寻人启事。 威德知道后也参与进来帮忙,他还在脸书上发帖请求公众的帮助。 至少从表面看,他对李的失踪是真心的内疚与难过。 以此同时,警方检查了李存放在大学宿舍的所有物品,他们还仔细检查了李亭放在威德公寓外的汽车。 汽车里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发现其他人的生物痕迹。 到目前为止,警方还没有找到一点有用的线索。 而威德也一如既往地配合,他一直在帮助李的家人搜寻他的下落,同时也不断发帖请求公众的帮助。 然而,警察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在仔细研究了对威德的问话后,他们认为威德向警察隐瞒了一些事情,他们为此对威德展开了更深入的调查。 警方发现,威德并不是从军队正常退役,他是因为暴力行为而被军队开除。 有了这个发现,他们完全有理由对威德居住的公寓进行搜查。 威德位于威斯敏斯特的两居室公寓又脏又乱,地板上到处都是脏衣服,游戏光盘,喝剩的饮料瓶和外卖盒。 房间内的气味十分难闻,以至于警察巴不得早点完成搜查,尽快离开房间。 更糟糕的是卧室,警察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脏兮兮的床垫和一堆脏衣服。 床垫上有一大片明前用漂白剂清洗过的血迹,旁边有一把小刀,地板上还有一个行李袋,里面装满了女用内衣。 因为警察这次的搜查来得很突然,威德显然没有做任何准备。 他惊慌失措地解释说,血迹是他几个月前不小心被小刀割伤的手指留下的,他之后还用漂白剂清洗过。 而行李袋里的女性内衣,威德声称那是他自己穿的,因为他觉得穿女用内衣更舒服。 对于这样的解释,警察显然很不满意,威德因此又被带回警局接受审讯。 警察要求威德再次讲述那天他跟李在一起的完整过程。 威德还是那套,他声称李来到他的公寓后,他们一起吃了饭,之后李表现得很主动,他突然靠过来吻了威德,然后他们就在卧室里发生了关系。 但仅此而已,之后还是原来的说辞,李收到了短信,随后就被白色皮卡车接走了。 但对于威德的解释,警察拿不出反驳的证据,但他们已经把威德列为最大的嫌疑人。 因此,警方对他进行了24小时全方位的监视。 但是别忘了,威德觉得可是刑事司法专业,要找出他的破绽弹劾容易,侦破工作再一次被搁置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李的哥哥麦克斯从加州赶了回来。 他在得知威德的情况后,对警察的侦破进度深感失望,他决定自己展开调查。 麦克斯走访了好几个威德的大学同学,他从他们那里得知威德手上有一本日记,里面写的都是他平时幻想出来的虐待女性的内容, 有如何引诱、囚禁、强暴和谋杀女性的各种场景。 从日记的内容来看,威德是有八九跟妹妹的失踪有关,而且他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 然而,除非威德亲口承认杀害了李,否则连警察都没有办法将他绳之以法,更别提找到妹妹的下落了。 接下来,麦克斯开始实施他的周密计划。 他打电话给威德,首先对威德能资助妹妹并收留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尽管妹妹被人接走至今下落不明,但威德的善举让他深受感动,他希望能跟威德成为很好的朋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麦克斯有时没事就给威德打电话,嘘寒问暖。 性格孤僻的威德平时就没什么朋友,他哪里经历过这种人文关怀? 很快,麦克斯就走进了他的内心,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一次通话中,威德偶然说起了自己最近沉迷上了一种被称为塔罗牌的占捕术。 他对这种占捕术深信不疑,他也希望麦克斯了解一下。 麦克斯听完后脑子里立马突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从这里下手,逼威德说出真相。 说干就干,麦克斯马上向威德提出请求,他希望威德能帮他利用塔罗牌占捕找到妹妹的下落。 也许是威德不想因拒绝老同学的请求而引起麦克斯的怀疑,也许是他对自己过于自信,总之他答应了麦克斯的请求。 两人相约在丹佛市区的一个公园见了面,为了安全起见,麦克斯还叫上了一个身强力壮的朋友随行,但威德丝毫没有介意,他见到麦克斯时,早已把他当成自己最好的朋友。 三个人随后在公园找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威德就用纸牌开始了占捕。 在占捕的过程中,麦克斯不停地追问威德是不是把他妹妹藏了起来。 但是不管麦克斯怎么套他的话,威德就是摇头否认,他还不停地重复着他跟警察说过的那些细节。 麦克斯健壮又说,如果是他做的也没关系,他只是想知道妹妹的下落,并不会责怪威德的行为,不管威德做了什么他都会原谅他。 只见威德脸上的表情有坚定逐渐变得犹豫,他低头看着手中的纸牌, 沉思了很久,突然抬头对着麦克斯说道,没错,就是我做的。 紧接着他合盘拖出了6月3日那天发生的事情。 原来在3日那天,威德跟李吃完饭回到公寓后,他们玩了一回游戏,还发生了关系,这些细节警察都已经知道, 但紧接着他就开始讲述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最关键的部分。 穿好衣服后,李开始向威德要钱,威德称李要钱的目的是为了去买维巾药, 威德不想让他再次染上药瘾,所以拒绝了他的请求。 李被拒绝后,情绪突然变得失控,他随手抓起一把小刀就对着威德冲过来。 就这样,两人发生了扭打。 威德声称在扭打过程中为了自保,他不得不从背后用一只手勒住李的脖子, 另一只手去抢夺李手上的小刀,但是在夺刀的过程中他感觉到李的身体慢慢变软, 最终失去知觉,瘫软在地上。 威德还一再重申他并没有杀害李的意思, 他只要把刀夺过来就会让李离开公寓。 听到这里,麦克斯已经无法忍受内心的愤怒, 他直接跳上桌子,挥拳就向威德的脸上打去。 等麦克斯的朋友把他拉开时, 威德的脸上早就已经轻一块子一块。 冷静下来的麦克斯跟朋友一起控制住了威德, 他拨打了报警电话并告诉威德, 刚才的对话他已经全部录音, 警察马上就会到来, 不管威德认不认罪, 麦克斯都会将他送进监狱。 威德被赶来的警察戴上手铐带回了警局, 他将面临一级谋杀的指控, 同时他还将被指控性侵, 篡改证据以及在电脑上藏有涉及儿童虐待的内容。 为了避免多项指控, 威德与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 他承认犯有比较轻的二级谋杀罪, 并同意协助警方找到李的遗体。 其实, 检方提出认罪协议情有可原, 他们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除了麦克斯的录音以外, 检方手上并没有太多的实锤证据, 而且只要威德拒不交代李的下落, 要赢得诉讼有很大的难度, 与其输掉官司, 不如让威德认罪。 威德向警方承认, 他勒死李后将他的遗体放进一个大垃圾袋, 然后再用一个大行李袋装着扔进了垃圾箱。 他还告诉警察, 因为他具有刑事司法方面的专业知识, 所以他对如何清理犯罪现场非常了解, 他可以做到不留任何痕迹。 就算警察认定他就是真凶, 他们拿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之所以认罪, 完全是因为他在公园里占卜时, 当时的塔罗牌指示他必须这么做。 由于李的遗体早已经被垃圾车拉到了垃圾填埋厂, 警察组织了大量人力对垃圾填埋厂仔细搜查了40天, 除了找到李的手机和属于他的几件衣服以外, 其他方面一无所获。 警方认为, 威德对把遗体扔进垃圾桶的说法撒了谎, 他向警方隐瞒了真相并提供了虚假线索。 警方还推断, 威德杀死李的动机是因为他向李求欢被拒绝, 这才让他起了杀心。 李的家人对检方的认罪协议也非常不满, 他们认为协议并未能将凶手真正绳之以法, 最最重要的是, 他们最终都未能将李的遗体带回家安葬, 也许他永远都不会被找到。 在2015年, 已经24岁的克里斯托弗·韦德被法官判处48年监禁, 他将在科罗拉多州斯特林的监狱被关押到70多岁, 才能获得释放。 案件的侦破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受害人的哥哥麦克斯冷静而睿智的行为, 李从小就把哥哥视为心目中的英雄, 而正是哥哥的英雄行为才最终为他伸张的正义。 直到今天, 李的家人仍然没有放弃找寻李的遗体, 他们一直希望李能得到一个正式而又体面的葬礼。 在脸书上关于寻找李的页面至今仍保持活跃状态, 不断有人留言跟帖表示同情与遗憾, 也经常有人向警方提供关于李下落的信息。 尽管李的下落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但这一切都表明了他并没有被人们所遗忘。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就请点个赞, 关个住, 下回更新不迷路, 谢谢。